台電昨晚在高雄市仁武區施工 挖破了地下直徑兩百公分的自帶水管 初不了解每天漏水量大約一萬公噸 如果要維修的話 恐怕得大規模的停水 不排除停水五天 最多影響五十萬戶 而自帶水公司也表示 會朝影響民眾最小的方式 來評估後續的修復 而漏掉了水 後續也會向台電求償 引水不斷從工地圍離流出 陸旁的排水溝水位持續升高 台電正在高雄仁武區仁林路 這處工地進行高壓電地下化推管工程 卻板埋在地底下直徑兩百公分的自帶水管 挖破 導致水大量湧出 台電掌握每日肉水量約一萬公噸 目前仍持續外漏 水管直徑太大 大陸要維修船出得停水五天 最高可能影響五十萬戶 至於可能涵蓋男子大社子官 橋頭彌陀等地 也讓連近店家相當憂心 我們怎麼儲水 我們裡面有上面有兩個水廠 我們只能存兩天而已 你如果到這三天 我們也勢必定要電修 他說找方法儲水 五天 對啊 五天太遠 我們民生用水都沒辦法儲了 你叫我們做飲料 你叫我們做飲料 外流水量每日約一萬公噸 若以水力署最新公佈去年 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 兩百八十七公升來換算 一天漏掉的水約是三萬四千 八百人的每日生活用水量 雖然目前僅桃園新竹縣市 苗栗台中為綠燈水晴提醒 其餘正常 但南部主要供水的增為水庫 蓄水率不到百分之三十 市府也跟台電自來水公司 密集會議商討因應辦法 那整個影響範圍要看今天的所有管線 的臨時管的布設 然後才能夠確定未來影響的整個範圍 所以我們後續會積極來去協助 這件案子 資產水公司回應 目前供水不受影響 會朝影響民眾最小的方式 來評估後續修復 徵需停水會公告時間及範圍 但停水天數跟範圍還在討論 至於這次挖破管線所外洩的水費 會向台電求償